年轻不养生,老了养医生,大家好,我是新姨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在福建万石山的土地乡。 我们遇到一位,常年生活在山里的老人,背着一个大背篓,里面装满了柴草,手上俩拿着两节干枯的断枝,目测负重有七八十斤。 背篓的下半部分,都是很沉的断树枯迹,上面部分是一个相对松软的枯草,而它却分不如非,像没事一样,这样的重量,对于城里的年轻人而言,也是较重的负担,并没有它背着那么轻松。 所以我们便跟上前去与其攀谈起了,算是对其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。 然而,不问不知道,疑问吓一跳,老人姓李,明慧森,而李慧森今年已经九十一岁,却天天如年轻人一般,下地干活。 李慧森指着屋檐下,新收的稻谷告诉我们,家里现在好几亩地,不过很多都已经荒掉了, 种了两亩离家比较近的水田,这些都是刚从稻田里打回来的。 由于山里条件有限,没有机器耕作,全都是李慧森自己手工收割,然后用肩膀挑回来的,先前担心打遍冬雨下暴雨,所以扫到屋檐下了先掠着。 李慧森告诉我们,他有五个儿子,现在都在广东,重庆等地打工,上班, 有的已经城里落户,按说家里并不穷,儿子也曾想,接他与老伴去城市耍,但是家里种着庄稼,养了一些家禽,根本走不开,同时也担心住不惯,所以一直待在山里。 与李慧森相依为伴的,是他年于古稀的妻子,由于长期患病,行动不方便,一直需要他的照顾,所以这也是,他不想离开老家的重要原因。 李慧森现在虽然已经91岁,但是身子古硬朗,眼不花,耳不聋,腿脚也利索,每天都下地干农活,像一个小伙子一样,村民见了无不赞叹,不已。 李慧森所居住的地方,位于万石山,腹地,山高沟深,四面都是高山,不过植被很好,古树参天,时常云雾缭绕,如同仙境一般,他说自己在这山里住得久了,去到城里不习惯,家里的喝的都是山上的泉水,不用过滤就可以直接饮用,比买的矿泉水还好喝。 他说,我们一行年轻人,跟着李慧森老人到他家里时,大家都气喘吁吁的,因为山路比较崎岖,腿脚都有点抖了,但是91岁的李慧森,汗都不留一滴,走起来还是很利索,我们便好奇老人的护腿秘诀。 李慧森老人笑了笑,说自己从不吃钙片不见品,要说到补钙,也就是只吃自己种的一些,瓜果蔬菜。 自己从小的时候,母亲就会让他吃一些蔬菜,说能补钙,个子长得高一些,或许这也是自己到90岁,还不得骨质疏松的原因。 吃蔬菜居然也能补钙,其实一些便宜的瓜果蔬菜,含钙量其实比骨头汤和钙片还多。 今天,我们一起来说说,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,那就是如何预防骨质疏松。 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我国中老年人的健康头号敌人。 50岁以上人群,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.2%。 不仅如此,中老年女性更是面临骨质疏松的严峻威胁。 50岁以上女性患病率达32.1%,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%, 而60岁以上女性,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更是达到了51.6%。 1. 骨质疏松的危害有多大? 1. 疼痛 骨质疏松的根源 为骨钙和骨量的流失,钙炎和机质比例失常,而致骨密度和骨强度逐渐降低。 骨脆性增加,骨韧性降低,这种骨质变化会逐渐引发关节。 骨骼的疼痛出现,疼痛多集中在腰背、腿部,且一般白天疼痛较轻。 夜间和清晨时,疼痛会有所加重。 在上楼、弯腰、肌肉运动等,其他负重活动或者咳嗽,大便用力时也会加重。 2. 骨折 骨折是骨质疏松,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。 主要是因为骨质疏松,是一种以低骨量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,导致骨质脆性增加,骨韧性降低的。 全身性骨代谢性疾病,进而导致骨质疏松病患。 在一些负重活动或者跌倒等意外损伤中,骨折一发,比如跌倒常会发生大腿根,骨骨颈,宽骨骨折,弯腰,抬重物时,容易造成锥骨骨折。 其中,胸椎,腰椎压缩性骨折最为多见,因而对于胸椎,腰椎的保护需格外留意。 3. 身长缩短,驼背,骨质疏松病患严重症,还可能出现骨的畸形,多表现为身长缩短,驼背。 脊椎椎体是人体的支柱,起到负重的重要作用。 骨质疏松病患有利于骨质的改变,导致脊椎椎体负重能力大大降低,造成受力不均。 脊椎椎体前部腹虫相对较大,容易使脊椎椎体压缩变形。 脊椎在这种力的驱使下出现前倾,进而形成驼背,导致身材缩短。 4. 呼吸功能下降。 胸、腰椎压缩性骨折,在骨质疏松中尤为高发,该处的骨折损伤,不但会引起骨骼疼痛、畸形,还会进一步影响到肺活量和最大换气量,导致呼吸功能障碍。 表现为胸闷、气短、呼吸困难等等,严重者还可能出现肺部感染。 骨质疏松作为一种慢性病,早期往往没有什么症状,患者可能很长时间,都不知道自己患有此病。 直到宽部、脊柱或手腕等部位,因为轻微碰撞或跌倒,而发生骨折时才发现,当骨质疏松严重的时候,甚至咳嗽都会发生肋骨骨折,并且骨折后很难愈合。 造成患者长期卧床,尤其是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,可以引发肺部感染,以及心脑血管并发症等等,造成的死亡率可以高达10%,由此不难看出,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。 治疗骨质疏松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,我们总觉得缺钙是老年人的专属,但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,18到64岁成年人的钙摄入量,仅为328.3毫克,远低于推荐需要量的800到1000毫克。 缺钙怎么办?很多人首先就想到喝牛奶,不过根据春雨医生发起的,全国乳糖不耐受大调研。 活动结果显示,中国大约有3.1亿人口,为乳糖不耐受人群,近3.5亿人为疑似乳糖不耐受患者。 其实除了牛奶,有很多食物都含有丰富的钙,尤其是一些绿叶蔬菜。 一,要问补钙哪家强,绿叶蔬菜表示绝不认输。 相比起很多食物,牛奶的含钙量确实比较高。 每100克大袋含有钙110毫克,但是,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瞧一些绿叶蔬菜,特别是深色的绿叶蔬菜。 有些含钙量会远高于牛奶。 一,寄菜。 四川人叫它甘油菜。 它每100克大概含有钙294毫克,同时含有其他多种微量元素,营养丰富。 二,雪里红。 又名雪菜,雪里红。 每100克雪里红,大概含钙230毫克。 同时,它还会为机体提供大量膳食纤维。 三,馅菜。 馅菜有红馅菜和绿馅菜两种,含钙量都很高。 绿馅菜相对含量更丰富一些。 除此外,菠菜、小白菜、油菜、香菜等蔬菜的含钙量也很高。 每100克的钙含量,在100到200毫克之间。 段威老师表示,这些绿叶蔬菜里,不仅还有丰富的钙,同时还含有大量膳食纤维。 核维生素以及大量的钾、美元素,可帮助维持人体内酸碱平衡,减少钙的流失。 因此,我们不应该护士补钙、蔬菜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由于很多植物性食物中草酸、植酸及膳食纤维等含量较多,会影响钙在体内的吸收过程,进而在机体的利用率不高。 例如菠菜,含有丰富的钙质,但其所含的草酸亦与钙结合,形成难以吸收的草酸钙,使体内钙的吸收减少。 因此,为了保证最大化的,摄入蔬菜中的钙。 我们在吃这些含草酸的蔬菜时,应先把这些蔬菜放到热水中焯一下。 二,除了蔬菜和牛奶,这些食物也是补钙好手。 一,豆类及豆制品。 大豆或大豆制品食物,不仅是高蛋白食物,其含钙量也很高,且亦被人体吸收利用。 另外,扁豆和毛豆等豆类,也能提供较多钙,并且B族维生素,膳食纤维。 蛋白质、铁、钾、铁等含量也很高。 二,海产品。 如虾皮、虾米、泵、螺、海带、紫菜等含钙很高。 海产鱼类,三文鱼和沙丁鱼,负含钙,零等微量元素,蛋白质含量也很高。 三,动物骨头。 如猪骨,鸡骨等钙含量很高,但难溶解于水,所以用骨熬制成骨头汤。 添加适量米醋,与食物中的钙生成醋酸钙有利于吸收。 四,黑芝麻。 黑芝麻是很好的补钙来源,制成黑芝麻糊厚,更适合老年人和小孩补钙食用。 此外,芝麻酱含钙量也很高。 五,坚果类食物。 坚果类食物,如花生仁、核桃仁、瓜子仁、针子等,都含有较高的钙。 同时还能补充卵磷脂、不饱和脂肪酸、膳食纤维等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坚果的油脂含量较高。 食用过多,也会增加肥胖风险。 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,每人每周吃50-70个坚果,较为适宜。 三,不做到这几点,所有的补钙都是白虾。 虽然说补钙的食物有很多,但是,如果在补钙的同时,不注意减少钙的流失, 那么补钙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 因此,医生提醒大家,在补钙的时候,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。 一,选择少盐低耐饮食。 人体内的那,经过肾脏,随着尿液排到体外的同时,也会损耗钙。 所以吃得越咸,需要排掉的那越多,钙的消耗也就越大。 甚至,身体为了维持正常工作,还会调动骨骼的钙库存,最终会影响到骨骼健全。 建议大家做菜时可以乙辣,酸等调味料来增味,减少盐的使用量。 二,补充适量蛋白质。 适量蛋白质的摄入,可以促进钙的吸收。 在蛋白质的消化过程中,能够促进可溶性钙的生成,从而促进吸收。 三,补充维生素D,增加膳食钙的摄入量。 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D,辅助钙的吸收利用。 天然含有维生素D的食物包括三文鱼、沙丁鱼。 蛋黄和蘑菇等,另外晒太阳,也可以补充维生素D。 注意,孕期和哺乳期女性,更应该加强维生素D和钙的摄入。 四,摄入适量的鎂。 钙和鎂在机体内具有协同作用。 如果钙磷比例不适宜,会抑制钙的吸收。 所以补钙的同时,也要摄入富含鎂的食物。 例如糙米、玉米、燕麦、绿叶蔬菜、坚果、南瓜籽、葵花籽、芝麻、全麦麦片等。 腿好不好,也会影响到人的心理健康。 腿不能正常活动的话,长期下去,心理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 人一产生负面、情绪,当腿出现以下这些表现时,要当回事。 一,出现水肿,多根肾脏疾病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也要注意血管疾病,如果已经排除了喝水多等因素。 为找到原因,建议及时检查下。 走的速度没有以前快了,明显变慢。 站时间长了,容易疼痛,腿出现这一变化,是提示身体在衰老。 在运动上,此时可以调整下,不要和自己20岁时候比,要适当降低点强度与难度,以不感到很累为准。 腿发麻也比较常见,如果没有被压着,没有过度劳累,频繁出现。 要注意排查疾病,比如糖尿病,还有腿抽筋,也是很常见的。 很多人都会以为是缺钙,出现时便开始补,但其他一些原因也不能忽视。 特别是骨壳,和血管相关疾病也会引起。 弱势常在夜间发生,更需重视。 养腿就是在养寿命,不要等不能正常活动了才开始。 从现在就开始,养好腿,延缓衰老,对于老年人来说,也不委婉,注意采用合理的方法即可。 下面分享几个简单的动作,每天不妨花几分钟做一下,坚持下去。 一,高抬腿,躺在床上,双腿翘起,使其高于心脏,这样做有助于促进血液回流,让体内血液循环加快,得到更多的供养。 二,垫脚,双脚并拢,轻轻垫起脚跟,再放下即可,这个动作可以帮你缓解。 久坐久张后引起的腿部疲劳,改善血液循环,除了垫脚跟,也可以垫脚肩,有益心肺健康。 三,暗揉,脚底,每天晚上睡觉前一段时间,可以这样做,也可以在泡脚时暗揉,从中医角度上讲,脚上有很多经络,脚底有泳泉穴,经常这样做,有助于护肾,每天花个几分钟这样仰腿,有益脏腑健康,有益血液正常流通循环,自然是有利于健康长寿的,除了适度进行腿部锻炼。 保暖也很重要,冬季很多人都会开始泡脚,这也是有助于养腿的,不过提醒大家要注意,不要随意相信加一些料,就可以治疗疾病的说法,特别是中草药,若有急,还是要及时进行科学的治疗。 如果适当泡脚,可以帮助缓解不适,也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进行。 现在天冷了,相信很多年轻人都被长辈数落过,他们会说,这时候不穿秋裤,到老了就会得老寒腿。 真的吗?只要天一冷,腿就会不舒服,出现膝盖僵硬,疼痛。 还有的人腿会抽筋,气温下降,腿部受到刺激,膝关节内的温度感受器受到刺激了,就容易引起不适。 但一般来说,不穿秋裤,并不会直接引发该病,关节炎是常见的原因,比如骨关节炎,肋风湿关节炎。 对于这类人群来说,做好保暖更加重要。 即使穿秋裤,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保护腿部,减少其受到的刺激,帮助缓解不适,平时依旧是可以锻炼的。 需要注意的是要注意安全,且在合适的时间段进行。 很多中老年人,早上起得比较早,起来后就沉练了。 但提醒大家啊,不要太早,不妨等到太阳出来后再开始。 太早沉练,温度较低,容易刺激到腿部,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利,而且也不太安全。 对于年轻人来说,建议冬季不要露大腿,不要护视腿部保暖,冷了该添衣就及时添衣。 总而言之,人老腿先老,腿好不好对身体健康,和生活品质的影响都很大。 腿部健康,身体往往也比较健康,更容易向长寿靠近。 自查一下自己腿部,平时有没有出现,以上这些异常表现,必要时早点检查下。 羊腿就是羊兽,以上三个动作可以帮你练腿。 简单一做,不妨坚持下去。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,愿各位听众朋友,都能身体健康,拥有幸福晚年,明天同一时间,我们再见。